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电子墨水里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围胶囊 而在每个围胶囊里面又有带正负电的黑色跟白色的色素粒子 我们利用电厂驱动的原理将这些色素粒子游移排列形成影像 在同样的原理基础下 我们利用围碑型的技术开发了三色电子子 也就是在围碑里面除了黑色跟白色的色素粒子 另外我们加入了第三种的色素粒子 可以是红色或是黄色 这样就形成了三色电子子Spatra Spatra的主要应用场景是零售业者电子货架标签 您可以想象当消费者在逛卖场的时候 如果商家使用了三色电子货架标签 尤其在产品促销的时候 那是多么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接下来让我为您介绍最受瞩目的全彩电子子 全彩电子子有两种技术 一个是Gallery先进彩色电子子 另外一个是Kleidel彩色印刷电子子 先进彩色电子子Gallery 我们在围碑里面放入四种不同的色素粒子 有黄色、青色、阳红色以及白色 再利用电厂驱动的原理 将这四种颜色混色形成全色域 色彩饱和鲜明的显示效果 彩色印刷电子子Kleidel 主要是应用类似彩色绿光片的原理 将RGB三个颜色印在黑白电子子的表面 再利用RGB三个颜色的混色形成全彩 这两种彩色电子子有什么差异呢 Gallery是由四个色素粒子混色而成 所以它的色彩丰富而鲜明 而Kleidel是利用彩色绿光片的原理 所以它的色彩柔和而温润 另外这两种电子子在应用场景上面也不同 Gallery主要应用在公共信息牌 广告牌以及数码相框 Kleidel主要适用在需要快速翻页的电子阅读器 或是支援快速手写的电子笔记本 以及智能手机等等 最后不管是黑白双色电子子 三色电子子或是全彩电子子 都保有电子子的共同特性 包括类质质感 广视角 低功耗 对眼睛舒适 以及在阳光下可视等优异的特辑 彩色电子子导入商业应用 对于源泰科技伊音可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此邀请所有生态链的伙伴们 来共同推广电子子 希望将电子子融入我们的智慧生活 请持续给予伊音可源泰科技 关注与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